小哥好 大家好 我是清华精神小伙 詹远 我们先来从经济学和心理学分析一下 为什么好朋友借钱不会还 经济学的创立者亚当斯密 他又提出一个观点 人都是自私的 但人也是有同情心的 这种同情心 随距离的衰减而衰减 那我们就定点打击 加强联系 让他来无法逃避您的关系和善意 来面对这个问题 我选的首大厨美日坚过礼盒 在我的三个部署解决方案中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打开的一个缺口 比如说你每次 打开鼠大竹签锅礼盒包装的时候 就跟朋友打开了一个 很自然的对话的契机 有三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就是抛砖引玉 确定一个还钱日期 那像现在这样 兄弟就是 下周我老婆纪念日 我准备搞个大惊喜 但钱不是在你那儿吗 就Q他一下 那第二种办法就是 我跟朋友打游戏输了的时候 我就说这句话 哎呀还有比你不还钱还惨的事情 有劲了有劲了有劲了 那第三种做法就是我们的苦肉计 就是暗示它 然后您正在处于一个道德困境 说家里最近是有急事需要钱 您得出钱 但钱在他那边 那您想的办法就是说是 在找兼职很辛苦 就买了这个来补充营养 那这样的话 真朋友也就都会懂 而我们首大出钱锅里 和他69块9买一送一 成本非常划算 并且操作也很方便 所以我也衷心希望您 我的这一套技术和情感解决方案 可以帮到您跨出这一步 谢谢 谢谢 谢谢